什么叫抢人所难 对身为烹饪老师的林正颖来说 连续五年被姐姐逼着的用香蕉入菜 就是抢人所难 她当时跟我讲 因为我本身对那个黄椒 我想说那个黄椒就直接剥皮 这样子吃就好 你干嘛把它拿去加工呢 那么方便的东西拿去加工谁会吃啊 对不对 剥皮就可以吃了 为什么把它做人加工 所以我就想连这个想法都完全没有 应该是说甜点很多人做啊 然后我就觉得弟弟刚好是厨师啊 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事情 你如果这样去思维的话就没有结果了嘛 我就觉得一定还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想到 还有什么就是可能 便宜的大概就是这股强大的信念吧 所以黄椒不可能 那就改试试还没催熟的绿香蕉 果然后来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过了油爆香葱蒜辣椒 或者咸蛋黄拌炒 这是金沙绿椒 或者把红烧排骨拆些香蕉块 红烧绿椒排骨应该也不烂 以此类推那就是马铃薯炖肉 换成绿椒炖肉一定也行 尤其说到马铃薯食谱菜单 那就又更广泛了 如果红烧绿椒排骨都可以 那么做成咖喱定然也就不奇怪 把它蒸熟啊或炸过来吃 觉得它的口感不错 就会吃起来像凝角啊 或者像那个栗子或芋头的味道 其实绿椒它本身它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我们要给它什么味道 我们就给它餐什么味道 我们要给它咖喱啊 给它什么味道 我们就加什么调味料 它就是什么调味料 所以它很好运用的食材 说真的香蕉盛产早就不是新闻 但普天之下 非要厨师弟弟开发成香蕉料理的 想来也只有令慧鱼了 从小帮着爸爸采槟榔种香蕉 二十年前在台北念研究所 其实也有了稳定工作 逃多来不及了 怎么还想回家务农 其实当初还真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为什么要回来 就是舍不得啊 因为爱啊 就是没有因为可能小时候 跟爸爸在一起苦过啦 你会觉得你放弃 就是你留在台北 当然比较好啦 他常常就跟我调侃说 你带着什么管理的不好 我们家都没人管理 你都去管理吧 因为那时候 爸爸可能因为我从小比较在他身边 然后觉得 他会比较希望我回来啦 帮忙啊 如果不是因为爸爸离癌 想要多陪一陪老人家 林慧鱼又该有多讨厌踏进槟榔园呢 尤其他在休闲农场做过管理职 特爱自然生态 和家里当初采惯性农法的田园 根本两样情 所以刚回屏东那几年 不嫌麻烦找了草药班报名苦学种草药 就是为了想切割爸爸的槟榔事业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回来跟我爸爸的意见 会差很多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爸爸看到他们看蝴蝶 一般的农夫看蝴蝶就很恨 因为他是鹅类 他会攻击这些植物 但是我在休闲农场不是啊 我看到这些虫猫猫虫 我们都很开心啊 因为那是我们的生态教学 所以我很不能认同 只是二十甲大 向人成熟来的香蕉冰榔园 随着爸爸好几次病情恶化 因而无人管理 做女孩的这才懂了 原来父亲不止癌症复发 还长年续集出新病 你在医院其实会想很多事情 你会觉得说 与其在医院这样陪他 那不如去田里陪他就好了 因为他对这边土地有感情 而且他一辈子都在务农啊 然后你看都是跟人家租的 然后他全部都 他所有财产都投入在里面啊 你叫他放弃 他也不知道怎么放弃 你说有人跟我说叫我种少一点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因为我自己也投入了嘛 你要叫我收哪一块 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你就觉得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因为太久了 于是孝顺的女儿 勉强说服自己 那就为了爸爸 开始他的接手挑战吧 但光是想改变惯性农法 寻友善种植 就是一条艰辛的路 比如刚减少用药时 虫害惨重 每每交到分货场 比起过去父亲送来的都是A级交 他却始终只交得出B级 因为现在是比较量少 在那边洗衣钱是 还没有人来教在家里洗一堆 后来的时候洗的时候 大家会就是他们都觉得你很懒不喷农药 对 我的观念是 我的观念是觉得 你有时候你都快要采收 你还喷药那个药 药产品怎么办 人家都不管了 因为大家 因为A货才有钱啊 B货没有钱啊 因为不撒农药 所以粉介壳重轻微附着时 起码用水冲洗 B级交还有可能转为A级 只不过洗再多总也有生产过剩 价格崩盘的时候 他说我的腰洗 他说像你这样你做的腰洗 就是看B胶 就是那时候一开始虫害很严重啊 一天到晚在洗香蕉啊 一车去一半车都要洗啊 然后洗到厌室啊 就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 然后去还是B胶 对 洗完还是B胶 不是不是有些不是啊 有些就是太严重还是B胶 但是这没办法就是一分两正眼 这是品质的问题嘛 尽管如此 他还是无法妥协老一辈习惯的 一旦生病就用药 因为我一直深信说 其实万物都有他自己的治愈能力 我是坚信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样信念的话 你看到他生病你就会想要喷药 然后我常常会跟我爸说 如果你一旦有这样的信念 就是我们生病就一定要吃药 那你永远走不出来 林慧瑜甚至想 这世上一定还存在着能兼顾生产 又不过于伤害环境的平和方式的 像这个我们都砍掉 我朋友会找他比较深的 像这个一定都不会留 这个都会砍掉 怎么看呢 怎么看呢 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抓地力 他好像浅浅的 如果他长大他就很容易就会倒焦 我们要像比如他这样子 他就不容易倒 这是我们种下去的 他根性你就觉得他是炸在很深层的 所以就算淘汰劣等侧牙 增加香蕉间距通风率等等 这些治本不治标的方法 短时间内再无感 一刚开始他还是努力坚持了五年 好像这种是一种病毒病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牙虫去影响它 那其实牙虫跟水有很大的关系 像如果他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可能水可能要注意一下是没有到 从水源肥料 甚至园里的草象着手观察 是最安全也追本溯源的做法 但二十甲大的香蕉原针 要仔细管理又谈何容易 记得接手后的第六年 虫害真的少了 林慧瑜也以为总算盼了一点曙光 谁知道一个雨季过去 先知又差点被摧毁了 就是整个都黑心病 然后不良率又到40% 我爸爸就开始每个礼拜来 就是浇香蕉那个不良率太高了 一直飙高嘛 我爸就真的快抓狂了 然后后来那个老板人就说 慧瑜你要不要开始喷药了 真的真的是不行了 三个礼拜都这样 你这样根本没有钱 我跟他说我还是要 我都跟我说我没有办法念十年 我也没差这一个月了 后来那些年 香蕉树的病害是好实患 他实在也记不得到底撑了多久 园里的生态细才建构完整 唯一记得的是 过程中自己也病了 确诊乳癌 手术后还忧郁了半年之久 太累了 然后就觉得是 就为爸爸种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 对 然后后来 为什么现在 我现在种其实已经不再是为爸爸 我就觉得为自己做 我觉得因为你会觉得人生 人生 你说你的人生到底有多长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我明天就没有呼吸了 对 但是我会觉得一辈子要做 一件你觉得很值得的事情 那我会觉得就是 把友善工作好好做 然后可以去影响别人 就这么看淡了得失 随着时间过去 渐渐病虫害感染问题经也越来越少 成功取得平衡的田间管理 后来被他笑称为佛系管理 毕竟一望无际的香蕉园 根本像座森林 又何来防止所惜 倒是隔美几年就会浮现一次的大环境盛产问题 才真的让他忧虑 但也就如他所深信 天柱自助吧 五年前一堂在地小学的科学探究课 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因此采进香蕉园 甚至更传奇般地为他带来解放 好小朋友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把我们就是屏东在地的香蕉啊 来把它做成料理 然后我们上一次啊 你们还记不记得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看它 其实当时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孩子们在屏东 然后屏东其实就是两大产业嘛 一是观光 然后二是农业 所以当时的起心动念就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孩子 他不该不了解他生存的 这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宁灵慧宇以为 孩子们本想关心在地 进而探究香蕉盛产的课题 但他万万没想到 老师带着小孩们 居然一步步从考诀 集资到提出解决方案来了 并且还十分可惜 绿色的好 可以说说看那个绿色的头感 跟你们当时观察到印象成像 有点像小黄瓜 像小黄瓜 但因为小朋友观察到说 可是鲜石就要买回来 像夏天可能两天三天就会变软 然后他们也不想再吃了 所以我们就在带他们去追本溯源 说好如果我们希望保存下来 那我们可能还要再从这个食材 再往前去追溯 那我们在采访了就是访谈惠余老师之后 就发现说其实农民他们 就是我们消费者其实吃到的是 黄色已经吹熟香蕉 可是事实上在产地他们栽材 都是刚刚看到的绿色的香蕉 所以我们就带小朋友说 好像绿色的香蕉可以放比较久 那我们要不要从绿色的香蕉开始先去研究其 可以可以就这样有点慌慌的这样 而且你看我们自己做的东西比较安心 都是原型食物没有乱加东西 他们那时候来问的时候 刚好遇到香蕉盛产的时候 对那时候刚刚好 所以那整个议题就上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 小朋友能做的比我想象的还多 自己把那个模组做出来 我看到那个模组的时候 我眼睛都快掉下来了 正因为蒸过油炸后的绿香蕉 口感既像马铃薯又像芋头 有了小学生们送上门的灵感 林正颖才恍然大悟 开始透过教学申请计划做推广 而绿椒咸果绿椒香肠几年下来 竟也就成了从前家里槟榔摊上 取而代之的饭手张牌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根本不是在卖香蕉 我在传递一种能量 一种爱的能量 就是比如说 为什么我要送香蕉 为什么会回来 因为爱 因为爱我的家 爱我的爸爸 那为什么要做友善更做 因为爱这片土地 所以种种我都在传递 一种爱的讯息 因为我觉得因为爱 会让人家有更勇敢 有很多力量是来自 因为你背后的爱 或许就是因为那看不见 却风吟富足的爱 她更乐于走遍各地 分享成功经历 再过十年二十年 她说女泰山也许扛不动香蕉了 但总可以把爱的能量散布出去吧 至少二十甲的香蕉 原健康了 她的心灵也是